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7月2日 星期六 吃過晚飯後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就是水泉澳村有一宗怪民 說有個人持槍進入一間酒樓 襲擊一個六十多歲的男子 那枝槍當然是假的 玩具槍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元朗那宗酒家起火爆炸的情況 HK01有相關報導和片段 和各位網友一起分享一下 不知為何又是元朗 真的令人非常頭痛 另邊商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水泉澳廣場的男子 持這個玩具槍是襲擊查核 涉及三宗罪被捕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下午三點多中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 在沙田水泉澳村水泉澳廣場的酒樓對開 手持一支疑似槍枝的物體 向一位年約六十歲的男子撕襲 逃人見狀立即上前制服他 警方接報到場懷疑那支槍是一把玩具槍 以涉嫌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 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的罪名將他拘捕 正在調查他的犯案動機 現場消息指被捕男子身穿深色的迷彩服 事發的時間手持長槍和吐氣 騷擾食客 市民見到這個情況 報警求助 這宗真是怪物 說那個人手持著一支玩具槍 兼且在此之前已經騷擾不同的居民 結果報警將他制服 事件究竟是甚麼原因 甚麼動機還未清楚 另邊相亦跟進一下元朗光華中心起火爆炸的片段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元朗發生火警 今天7月2日傍晚6時多 警方接獲多人報案 指浮財街42號 一棟大廈發生起火無煙 更加一度傳出爆炸聲 消防出動一隊煙武隊 和一條喉到場救援 約摸100人自行疏散 兩人一度無法開閘被困 其後由消防人員協助離開 火警在下午6時26分大致救息 事件中無人受傷 現場有廚具被燒毀 網上片段所見 起火的地點 是光華中心一間酒樓上方的平台位置 現場火光紅紅 龍煙席捲半空 大家看到HK01是有相關的片段 說得非常牙煙 在一棟茶樓的天台位置 燒到含含聲 茶樓當時還有人 估計 其後自行疏散 感謝消防員的幫忙 很快到場 撲救了火警 幸好事件中無人受傷 近來很多事都發生在元朗 令人摸不著頭腦 另邊相同各位網友跟進另一宗網絡熱話 八號風球之下茶餐廳加價五元雞夜來爭議 網民就說做人最重要是懂得張心比己 報導的來文是 會逢打風的季節 都會有餐廳被人批評 趁風打劫 坐地起架 台風 淺巴 吹閘本港 天文台昨晚 7月1日發出八號風球 期間有茶餐廳竟然在門口當眼位置貼出告示 指所有食物和套餐令家五元 事件引起一眾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八號風球之下 仍然有茶餐廳 開門接待食客也算不說得 更有人留言指 大家你情我願 五元雞算是仁慈 不過也有人批評 趁火打劫無糧餐廳 有網民在今天7月2日的Facebook群組 香港茶餐廳及美食關注組發貼文 只有茶餐廳 在八號風球之下 仍然有營業 不過就在門外當眼位置貼出告示 指這個八號台風期間 本店的全部食物和套餐令家五元雞 多位網友事件持不同意見 引起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攝氏的茶餐廳是無糧餐廳 直指他的行為是趁火打劫 又問有沒有政府部門可以投訴 不過有網民就認為 台風的天氣之下 仍然有茶餐廳願意營業 令家附加費是屬於正常 又認為茶餐廳的員工 在打風期間仍然上班 是不容易的 就說你情我願 最緊要寫得清楚 可以被人自行考慮 食不食 也有網友就說 我覺得他這麼惡劣的天氣之下 都堅持開店 我願意給多幾元 這宗網絡熱話辯論得非常熱刺 說網民的意見是兩極 有網友也說 若然加價五元 寫得清楚一點 大家離情我遠就無所謂 不過當然有網民也炮軍 為何可以加價 那我問各位老友記 你寧願加五元雞 還是走到樓下茶餐廳不開 不妨留言說說大家的意見 今天零便相同 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側的網絡熱話 話說有位港媽教小學二年班的兒子 做蛋糕做家務 分享到媽媽的群組被人罵 就說這麼小的西麵粉 那個肺會有事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教育子裡有千八種方法 對錯與否 並不能妄下定論 有位港媽在網上發帖文表示 兒子今年讀小學二年班 他早前在媽媽通訊群組 分享跟兒子一同做蛋糕的照片 不過就被另一個媽媽指揮 就說這麼小給小朋友西麵粉 會搞到他的肺有事 令他大感無奈 嘲諷出街就夠多塵 你不要困著小孩在家裡 他又說 再有一次他在群組分享兒子 讀幼稚園二年級開始 他會教導一些簡單的家務 例如摺衣服洗碗等等 不過又被其他的媽媽批評 小學已經這麼多功課 還叫他做家務做死去什麼 他無奈表示 難道只是興趣班才是有益 做家務就累死兒子嗎 那位港媽投稿 去到Facebook專頁 生仔要考牌系列表示 他早前在媽媽通訊群組 分享和兒子一起做蛋糕的照片 其中一張照片是兒子西麵粉 和把水果切粒 不過就引起一眾媽媽的議論 除了有人批評西麵粉 會令到小孩肺有事之外 也有媽媽批評 那麼早被他拿刀 遲早會打傷他 他大夫大佬說不要那麼瘋了 指出一個月才會跟兒子做一兩次甜品 也並非每次都會用麵粉 兒子所用的刀 是兒童專用的膠刀 就說 打不死又鋸不傷 中頓過你彭牙 他又分享一件更加激氣的事 他曾經在那個通訊群組 提到兒子讀幼稚園二年級開始 他會教導做一些簡單的家務 例如曬浪 收和摺衫 掃地 收和洗碗等等 然後幾位媽媽就立即指責 就說給他學是藉口 實際是自己可以不用做家務 甚麼都給兒子 也有其中的媽媽朋友就說 小朋友不用那麼早學 大過些上中學才教到沒問題 他指出家務人人有份 為甚麼他和老公下班後都會做家務 就說 胡人負責少少 很過份嗎 我沒有全部給他做 即是說兒子 又認為如果兒子讀中學才教做家務 就說 你還踢得動他才說 我覺得他 這個年紀是不會聽你知的 對於小學多功課的問題 他表示 不會分很多家務給兒子做 基本上是每日吃完飯過後 幫忙收一下碗洗一下碗 接好自己的衣服 星期六日就幫忙一起掃地 他認為 小學多功課 是不是一年365天都那麼忙 反指一些家長既然口講多功課又忙 但星期一至五都帶小朋友 學拉丁舞 非洲鼓 拼音班 踢足球 畫畫等等 星期六日才可以休息 反問 興趣班和每日只接衣服 收碗洗碗 哪樣用的時間多些 難道只是興趣班才有益 做家務就累死了兒子嗎 不少網友都認為這位港媽的做法 表示家人人都有份 當然要學做家務 嘰嘰嘰嘰嘰那堆 根本就是自己也要工人湊的巨嬰 這些智障群組 都是小入衛廟 會拖下自己的智商 問問各位網友的意見 其實各位網友 小時候可能很早 十歲都未夠 我已經開始懂得幫忙煮飯 照顧小妹妹 估計是 到我們那一代 小時候都會做家務 幫忙洗下碗也要 這一則熱話 是近期的事件 各位港媽就開始教了一個 相對小的兒子做家務 不過其他的媽媽朋友 就好像不太妥 就認為不應該教的 很危險 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說一說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 拜拜 谢谢大家